在上礼拜的红场胜利日月兵上,俄罗斯展出了几款体型较小的无人作战平台,其中包括无人车辆和无人飞机。 在无人地面车辆领域,俄罗斯军方拿出了此前已经在叙利亚经过实战检验的天王星9和天王星6两款无人战斗车辆,这两款无人车究竟具备哪些能力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先奉上天王星6与天王星9的数据对比图,数据来源网络,暴力遥控车,天王星9首先,我们来看看天王星9无人战车,天王星9无人战车。 是俄罗斯开发的一款先进无人地面作战平台,主要用于承担反恐、侦察、战场近距离火力支援等任务,单车造价为600万美金左右,战斗权重约10吨,最大公路时速为70千米每小时,遥控操作距离可达3公里。 天王星9无人战车天王星9全身采用装甲防护,正面可抵御12.7毫米普通机枪弹的射击,火力上,炮塔装有一门2A72型30毫米机炮,一挺PKT7.62毫米机枪, 4枚9M120一攻击反坦克导弹和6枚10米尔云炮火箭弹,其中导弹,火箭弹和关苗设备,均安装在可升降支架上,可以隐蔽在掩体及障碍物后,进行关苗和射击,升起导弹发射架和关苗设备的天王星9无人战车,可以看见其不仅搭载有导弹 还搭载有云炮火箭弹9M120攻击反坦克导弹,可击穿戴爆炸反应装甲的800毫米军制装甲缸,因此天王星9实际上是拥有对付现代三代主战坦克的能力,而当遇到需要对付空中目标的时候,天王星9还可以将反坦克导弹,替换成四枚针式防空导弹,此外,该车还装有完善的火控,感应,侦察系统,不仅能打得很, 还能打得准以及看得清,红场阅兵同时亮相的天王星6无人扫雷车战场攻兵,天王星6如果说天王星9无人战车是一辆无人坦克的话,那同场出境的天王星6无人扫雷车则毫无疑问,是一辆无人战地攻兵车,天王星6最大遥控距离为1.5公里,车体安装有一具可折叠的液压机械扫雷地,主体是根据俄军的使用需求, 进行了再设计的科罗地亚到GMV4型扫雷机器人,亮相于2016年,武装力量机器人化军事科学大会,的天王星6该车全长3米,全重为5吨左右。 不加挂扫雷工具时,天王星6能够连续工作16个小时,每小时可清除,约2000平方米的雷区,相当于20名工兵的工作量,其不仅搭载了摄像头,天线等观察和通信设备, 还搭载了先进的地雷炸弹计算机分析仪器,使其能够自主识别出,为爆炸弹和地雷,升起扫雷机械臂的天王星6无人扫雷车,后面的操作员一人负责操作可视化操作设备,一人负,则背着数据通信背包, 当然如果单人体力够好的话,同时背负也行,也就是说不管是天王星9还是天王星6,其操作手最低仅需一人该车车体呈相识举行,采用了8到10毫米厚的装甲板,能有效防止在扫雷或抬爆时,被爆炸所产生的高速破片击穿,车内的各型电子设备也都进行了加固处理和防震设计,能有效防止冲击破, 对这些设备造成损害,该进行的6缸水冷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也使其具备了不错的越野机动性能,正在开展扫雷作业的天王星6无人扫雷车演习中的天王星14型无人消防扫雷车战场消防员天王星14,尽管没有出现在红场阅兵上,但我们还是顺道说说,天王星14型MRPKP无人消防扫雷车, 天王星雷下14车体前部,可安装液压机械臂,推土铲,旋转家具,夹爪等,这些工具相当厉害,可以清除重达10吨的障碍物,此外,该车还装有格洛纳斯导航系统和两套水箱,泡沫面火器分射距离可达55米,车重较轻的无人战斗车辆部署方便, 卡马兹卡车能轻松运载一辆全副武装的天王星9,克里米亚大桥通车仪式上,普京开的是同品牌卡车,在叙利亚战场上进行实战测试的天王星9无人战车, 不管是天王星9还是天王星6,都能通过普通卡车或者运输直升机进行运送,因而都具有不错的战略和战术,机动能力,且它们的操作也十分简单, 仅需要一台军用笔记本电脑改装的可视化操纵设备和一个数据通信背包,就可以实现遥控操作, 故而从中也可以看出,俄罗斯在一些较为新潮的武器设计上,确实也有着自己一番不错的奇思妙想,普京视察人型战斗机器人的开发工作。 俄罗斯方面,已经于2015年底,在叙利亚集群使用了无人战斗车辆,对拉塔基亚省745.5高地进行了空地一体打击, 扫清了高地上近200名恐怖分子,当时采用的平台M河岸与无人战斗车辆比天王星系列还小许多, 但俄军已使用指挥方舱集成指挥无人车辆战斗群,可以说俄军无人军团已初步形成战斗力, 天王星就无人战斗车辆指挥平台,中国的无人武器装备发展,虽然有大规模的电子产业支撑, 且彩虹系列军用无人机受到用户们的广泛好评,但是根据前不久亮相于央视, 以维吾军无人坦克测试的画面,毕竟5对付重轮,大家都懂得,62也是5对付重轮国产遥控。